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从来没有请过假 没想到 罗金第一次请假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罗金在他25年的主播生涯中 曾经无数次的遇险 每次都能通过自己超强的心理素质和能力化险为夷 曾经有一次 节目开播之后 稿件才送到演播室 工作人员急忙把稿件递到罗金的播报台前十 而那个稿件画满了修改的符号 但是罗金沉着地播完了十几页的稿纸 并且依字不错 大家都看到了罗金的能力 所以罗金多次跟随国家领导人 出国进行涉外活动的播报 但是在央视工作 压力可想而知 2008年7月 罗金被查出患有淋巴肿瘤 但他仍然坚持做完了奥运的直播报道工作 一直到9月才暂停工作入院接受治疗 就在罗金住院期间 妻子刘继红一直陪着他 因为罗金之前工作都很忙 结婚很多年也没有时间和妻子共处 自从罗金生病后 是他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可惜天度英才 2009年6月5日早晨 罗金不幸去世 中年48岁 如今 罗金离开我们9年了 好在他最爱的两个人 都过得很幸福 妻子刘继红在朋友和亲人的劝说下已经在婚 嫁给了一个富商 儿子罗书同在 美国读书 虽然罗金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声音永远留在了观众们的心中